今天我們談到了大量 談到大盤的6400億大量 談到了面板的大量 一定要談到航運的大量 剛剛有名其實一開場 我們看到那個焦頭水位 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焦頭水位 電子已經降到47%了 航運爆出18%的大量 這是非常罕見的 那從消息面的角度來看 通通是利多 包括長榮充80市值竟然超車打力光 超車打力光 BDI BCI大漲散裝船運淡季 竟然出現了驚人的行情 而且亞洲缺貴的問題 現在持續惡化 馬仕基還市井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航運公司 他說未來兩週會更嚴重 巴西礦商現在搶著在租船搶翻了 散裝船運的運價也在狂飆 所以通通是利多 但是問題焦頭來到18%會不會過熱 對啊 就是你去看 那你這些籌碼 不可能是憑空的當衝跑出來的 它一天周轉十遍 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量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一定是有人供應籌碼 那股票漲到高點的時候 基本上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高檔一定沒有利空 但是物極必反 那低檔不會有利多 但是匹級太來 所以這個就是股票的一個循環 那今天其實散裝的是在上面 都比海運的要來得強 我們禮拜二的時候分析師節目 分析師有在介紹 他說第一個散裝 因為BDI BCI大漲 然後第二個部分 它相對的漲幅 是比海運要來得落後 對 所以很多人聽了 禮拜二的一個節目 啪一個就進去 但是昨天就有填頭了 但是今天這個地方就開始被震 那我們回過頭來去看一下 就今天的 我們就講海運裡面的一個指標 就是長榮海運 那長榮海運 今天的盤中的股價 已經超過了80塊錢 80塊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它的市值 4318億已經正式的比 代表成長性的大力光要來得高 甚至比統一要來得到 統一它是盤中 因為它83的時候是比統一高 那這個叫做民生需求 這個叫全台灣的股王 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成長性的股票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循環性的 叫景氣循環性的東西 所以你就說景氣循環的市值 已經開始比家用品 已經存在了二三十年的一個品牌 跟一個在台灣 已經這麼久的一個股王 能夠領先 那各位你覺得這樣子正常嗎 但是它那個船一卡住之後 統一也不用賣衛生紙了 對 但是回過頭去 我們現在是漲價了 我們來看那個 所以不算要不重要 人家那個船一卡之後 全世界都要漲價 我們講到一個成交比重的那張圖 我講一個道理給各位聽 電子在85%的時候 IC設計全部漲停 挖礦的顯示器的股票全部漲停 那漲第一根 OK 那個是叫做起漲 叫做主流的身段對不對 但是你已經連續漲了 這麼多天的時候 我問各位 當時有利空嗎 你有聽到什麼IC設計的利空 或顯卡的利空嗎 但是你看事隔一段時間之後 利空自己就會出來 所以我不是說現在航運一定有利空 當你熱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如果你都是漲停漲停鎖住沒有量 那我不覺得它還會停 我覺得它還會繼續漲 但是如果你的成交比重高到這樣 這個就是差協同理論 好 我們來講投資朋友 其實在看基本面的時候 他在看一個東西 第一個 就你的報價一直都在上漲 好 我們來看這是BDI BCI 對 昨天的BDI是漲8% 它其實是被BCI帶上去的 是 這個是海峽型的 這個是乾貨型的 好 那它這樣子漲上去的時候 現在的那個藍色的這條線 已經在這個地方之上 這個地方各位 創新高 創新高 這個已經是創了自金融海嘯以來的新高 那個是很誇張一件事 好 那回過頭去 我們再來看這次的運能 以運能的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是比去年的同期成長了一倍 連8個月 其實它的成長率都是18% 這個十幾%的成長 為什麼 大家應該要去想為什麼 我覺得簡單的講 第一個道理就是報復性的消費 因為你不能出國 所以你就一直手機一直按一直按 你在網購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讓很多的東西 對 從海外進來 那你偏偏又有一個大牌藏龍 就是你蘇伊士運河卡了一台藏龍 對 所以你才會導致這樣 所以為什麼馬斯基都在講 他就說你現在未來三個禮拜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這個地方不能紓解的話 第三季搞不好都有用 對 這個都叫做基本面 但是股價它永遠會領先基本面反應 回過頭去 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就是中國 中國因為現在在節能減碳 所以它碳中和 它把它的碳排放量降下來之後 它的鐵礦一定要生產 少於百分之多少 少於百分之十 那少於百分之十的時候 它沒有鐵礦的燒焦要跟誰買 跟巴西買 跟巴西的淡水河谷買 所以最近的鐵礦石一直在漲價 對 所以鐵礦石在漲 好 那淡水河谷 如果你拿得出來就算了 你拿不出來對不對 而且又塞港 所以你就買了十艘的海峽型的貨物 這個貨船 所以你才會把這個BCI給帶上去 那同一個時間點裡面 因為你本身就是欠收 對不對 你之前2019年 你發生了一個水壩決題 然後現在的話狀況一直沒有輸解 所以它少了7200萬公噸的一個鐵礦砂 所以才導致你看 從整個報價上來講的話 新加坡也漲 然後中國大連全部都跟著漲 那現在回過頭去 我們就來看長龍的股價 好 我們回到股價來看 通通是利多 對 通通都是利多 但是我們以長龍的 2603的日K線給各位來看 那不管它今天怎麼震 大量是一定會有高點對不對 但是請各位來看 就是爆大量 爆大量 我跟你講大量一定是多空交戰 那短線的被套的人 他一定要試圖解套 所以他這個地方還會再拉一次 如果他拉過更大的量 就一直量滾量 直到有一天失控 那他如果拉上去沒有人賣的話 搞不好輕量就過關 但是他後面會怎麼走 請大家看3481的群創 群創那一天是不是 也爆了一個歷史天亮 你看他後面是這樣子走 如果長龍的基本面還夠好的話 他是應該要這樣子會比較健康 那他如果就直接量滾量上去的話 那很快就game over 好 所以我們要投一下票 長龍陽明買還是賣呢 各位怎麼看 請舉牌 好 在今天爆大量 到底該爆整還是要賣呢 我們來看到 有兩票差 一票缺 三票在中間 那我就不曉得你剛剛講的 半天在中間的意思是 我聽你的意思好像要賣不是嗎 對 你底部賺錢的人你賣 然後如果你真的很想搶短的人的話 過兩天壓回來的時候 搶個兩天短 原來有名是這個邏輯 好 我們不過來談談台積電 缺水真的很慘 慘慘慘 非常慘 慘到現在連台積電都說 現在動不掉了 這是今天重磅消息是 因為沒有水 所以台積電準備要移動 兩萬片十二寸的產能 去南京廠 BBC還說如果我們的政府 提不出缺水解放 那麼台灣的半導體將受重創 甚至不排除會出走 其實台積電在之前也曾經遇過缺水危機 所以他們早就在19年前開始進行造水戰爭 但仍然不敵這一次的大旱 台積電這次如果把他們的 也要做晶圓代國變成他競爭者 但是在此同時美國打壓中國大陸的晶圓技術 使得大陸非常需要晶片 所以他把這個未來可能是中低技術 相對來說是中低階技術的十二寸晶圓廠 挪過去中國大陸的心情之下的話 其實各方面都可以平衡滿足了 真是厲害的高招 不過當然我們所關注的是 究竟是不是會是因為台灣缺水的原因 使得台積電必須要把一些廠外移 那麼台灣的缺水可以說台積電歷經滄桑 究竟有多麼滄桑呢 我們來看一下其實是這樣子 過去台灣來講大概是每17年 會有一個乾旱的週期 但是最近慢慢的大概每隔9年 然後5年現在每隔3年 大概就是乾旱了 我們來看台積電其實都不是使用的燈 他們的滄桑是在2002年 面對那一次的20年前的大乾旱當中 他們就沒有坐以待毙了 當時如果你有印象 台灣的翡翠水庫 石門水庫 都到了這個滴水位到歷史的新低點 整個新竹市到處都是水車 台積電也加入翔水車的行列 如果你記憶猶新的話 那麼台積電當時其實就怕到了 所以他們當時其實就投資研發了一個 最初期的叫做洗滴塔的廢水回收系統 那麼這個廢水系統當時投資了1000多萬 那麼使得台積電過去的廢水的回收再用力 從過去百分之六十幾馬上提升到73% 那麼這幾年輾轉十多年 台積電越來越厲害 他們最近宣布了投資的一個更新的技術 叫做全物理性金被研磨廢水再生技術 台積電主要投資 這是桃園的一個叫做普利斯的廠商 跟他一起合作的 這個概念非常特別 他們是整個在外面建好了整個廠模 所有這個廢水技術之後再直接導入到他的 在龍潭的封測廠 未來所有台積電的這個相關的投資的廠 都可以這麼樣子來利用 那麼這個利用所及當中有兩個非常大的這個優勢 首先就是台積電自己本身的這個 廢水的再用率他們現在已經是利用率 厲害到已經是全世界之最 到什麼地步 他們利用率已經高到87%的廢水 可以再回收再回收 這使得每片這個晶圓 每片晶油只需要5公升的水而已 5公升就是你在加勒芙提一桶那種 5公升的這個水而已 那麼相較於美國需要15公升 南韓需要12公升 台積電這個技術真的是沒有話講 那麼另外一方面台積電 因為在投資廢水這方面 也拉動合作了非常多 台灣本土的水處理的部分的廠商 這個廠商的名單其實它不只是只針對一家 我們畫面上看到非常多家 可以說這些原來都是小技術的廠商 因為有台積電的加持 使得整個廢水產業 甚至可以說變成會是個單獨的產業了 要知道現在其實對於台積電 對於廢水的回收還在持續的在研發 因為像南科我們知道 南科未來有非常厲害的三奈米廠 即將就要試營了 三奈米廠是這樣子 每天需要的用水量是7.5萬噸 一年就需要整個南部地區最主要 南科旁邊的這個仁義潭水庫 一整座水庫 所以他們必須要不斷的投資 所以台積電在他們本業之外 其實上中下游 我們知道從它的無論是原料的上游 中游的部分設備 乃至現在下游的廢水廠 哇 它真的拉動了很多產業 我們都知道有蘋果概念股 可能會來這個台積電概念股 台積電還有那個水資源概念股 它有整個產業鏈在做水 很多家 所以有關於這個廢水技術 慢慢地從工業廢水 我們知道其實包括未來 也包括家庭廢水 剛剛講民生用水的廢水 可能也是一個新的趨勢 這個部分現在的高雄 已經正在進行中了 那麼高雄由高雄市政府 主要投資主導的 在鳳山地區的這個污水廚藝廠 那麼現在正在有一個管子 從鳳山這麼遠 經過整個高雄市區 來到小港的中岡 未來這個廢水是家庭廢水 什麼叫家庭廢水 就是我們在洗手槽 還有包括化粪池 馬桶的這些水 在經過回收處理之後 你還想像他們是可以煉綱 甚至可以回來洗晶圓 那麼它是這樣子 廢水處理廠現在每天 大概都有10萬多噸的部分的 家庭包括這個馬桶的廢水 但是在接下來馬上就會有 2.5萬噸供應給中岡 未來也將會有 達到大概4.5萬噸每天 那麼這個將會是 會不會也給台積電 有給台積電嗎 也會給包括台積電跟中岡 所以這個部分是除了新加坡之外 在台灣也是一個非常有關於 家庭廢水在回收利用的創取 那麼現在大概去只剩下 但是在收水很貴對不對 現在就大概因為是這樣子 新加坡因為已經這麼做了 新加坡的有關於這種 家庭的部分的廢水 它的整體的部分的 再生水的成本高達80多塊錢 那我們比照我們現在 高雄市政府現在大概 他們自己處理完之後 賣給中岡其實才18塊 但是實際上如果未來 要長期來做的話 當然還是有五六倍的部分的價格 但是不得不說了 現在未來這個工業用水 是以廢水的再生循環利用 就是全世界包括台灣 不能免除的主流了 好 所以我還是要賣得便宜的 你看人家新加坡 一般的自來水呢 一噸它買12 但是再生水一噸它就買80 我們中岡呢 一度自來水是買12塊1 但一度的再生水買18塊8 我們的政府還算是客氣的啦 但是水會是產業非常大的問題 對 水一定是產業最大的問題 可是我告訴各位啊 其實產業除了擔心水 它更擔心一個事情 所以最近台積電 開始跟一家公司合作 因為它擔心什麼事情呢 擔心的就是我這邊提到的 叫做 駭客 叫做駭客資安 那個廣達今天又被駭了 就是最新的新聞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新聞的一個 慢慢的延續 是從3月3號開始的時候 鴻海的劉陽偉就開始成立了 所謂新能源車的資安聯盟 為什麼新能源車要資安 因為你都在自駕 你所有的資訊都在中控台這邊 所以你如果說今天可以從遠端控制你的車的話 你的車子馬上被駭 這個問題很嚴重 所以之前我們不是做過特斯拉 被偷的一個訊息嗎 然後接下來不是就是3月22號的鴻基 然後一直到昨天的 廣達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 台積電它現在也怕 因為我這麼多的精密技術 都是在我的廠裡面 對不對 如果有駭客來怎麼辦 好 現在國內的資安的股票相對的 第一個 我把成交量超過1000張的抓出來 第一個是核勤控 第二個的話銳齊電通 第三個高計 第四個01 第五個零群 但是這裡面你到底要先操作誰 跟各位來講一下 第一個你一定要去找什麼 有洪家軍概念 所以這裡面就提到了一檔股票 6416的銳齊電通 它不是直接的鴻海投資 它是鴻海投資的華漢 華漢在去投資的這家公司 華漢投資它2萬張持 它的持股比重是27.35 我們從所有的財報的一個角度來講 大家比較關心EPS 去年的EPS是5.29 但是我這邊列出 所有的三綠跟所有的ROA ROE來比的話 它全部在去年都成長 重點來了 這一波起漲的時候 二月份 三月份開始飆 所以它飆到要被警示 警示都要公佈二月獲利只有0.15 所以它的股價就跌了 好 那跌了之後 人家就告訴你說我第一季本來就是淡季 我的BOM 我的什麼樣 都是從4月以後開始 所以第二季就是它的旺季開始了 然後下半年還有各大車廠也好 半導體的訂單 所以人家就在講 今天法人5.29是去年 今年很多人還很高 但是我覺得保守10塊跑不掉 我們來看一下技術線圖 以今天的走勢來講 在電子股裡面它不是很強 銳其通 對 銳其通不是很強 但是各位如果從周線來看的話 非常漂亮 因為我絕對不會叫你去買 那種最高的股票 各位你去看 它這個是叫整體的周線 以不完全來講的話 它的景線在176 這一波是攻到了今天的196 最近都在下這個震盪 今天收盤收到多少 177.5 是不是就在這個景線附近 所以是突破壓回 而且是天亮 好 那各位從日線的一個角度來講 第一個它是宏家軍 第二個它是電子股裡面的火種 第三它是領頭羊 它為什麼 為什麼 各位可以去看 銅信在最近一直不斷地在持有它 這個後面一定是有故事 所以這個股票在整理的一個過程中 大家可以鎖定